哈囉大家好我是PanBuy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傳說中的十三月十三劍的玩法 也不能說玩法 它就是同樣的玩法 只不過它可以給它打到哪裡 要知道我自己自從守護那時候改版之後 從原本的日月劍已經變成守月劍的懷抱了 因為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香就對了 因為守日的傷害真的是疊太慢了 相對於守一開始七星十四層的傷害比起來 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差 好了那我們這邊用標準的守月劍學啦 這應該是我目前最常用的 那現在主流的話很像還是衝月劍學對不對 沒關係我們之後再來給它搞一次 因為我用這隊原石因為我殺完就可以走了 如果是衝月劍學的話我還要在那邊衝 對可是衝月劍學確實是可以給它打到更遠 甚至更兇殘的 那這樣的話其實代表著說 我們剪頭的部分的傷害也蠻重要的啦 所以說如果我的守護等級能夠再更高的話 或許它的底能夠再更高 下限啦史萊姆的下限 因為基本上通常到這個隊伍 要打到這種隊伍的兩隻王的上限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個機率實在太低了 都必須要賭史萊姆的惡王要賭出 不能出轉王也不能出獅王 獅王或許還可以只要對面還在的話 但是只要一出轉王的話 這一局就完全沒有了 畢竟它會完全全全的放技能 當然啦這個時候有人說 如果放個狙擊呢 沒錯我們就之後來看一看 這個隊伍如果再把狙擊給它放上來的話會怎麼樣 只不過狙擊放上來就會沒有血 有一點尷尬 但是呢我們還有量子桶啦對不對 就代表說這都是以後的影片 哈哈哈哈 反正畢竟RD最近的更新就一般般 所以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再把13件的系列 可以給它完完全全的感受一下 頂數的部分我們再放到最後 畢竟我還是希望它能夠長長久久啦 我覺得它還是有非常大的未來 只不過看這個遊戲公司要怎麼去搞這個而已 但是它最近很像都會把它的心思放在隔壁的RDW 我覺得還蠻明顯的啦 RDW每一次更新就兩三顆傳說才在那邊拚 真的是有一點誇張 而且活動一大堆 如果可以的話RDW也可以起來的話當然不錯 但是它都已經過一年了 很少有遊戲過一年還可以起來 如果第一波沒起來的話 很像就有一點涼調的感覺 好啦現在到第55回合 我們這邊剩下最後一個六星的月亮 沒有給它殺到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不用Bug給它變成金劍了 當然變成金劍的話呢 能夠再更穩定的更遠啦 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反正我們的上限都差不多在那邊頂 我就多一輪吧 好啦那我們這邊到第61回合 終於給它殺滿了 那前面基本上是不用看 剩下要做的呢 就是把守護給它殺到14層而已 來我們直接跳到後面去來感受一下唄 好首先呢算是一個原本12件的下限嘛 咱們的167回 我記得在這個地方惡王就有可能會搞事了 但是呢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基本上啦 那是連放都沒有放出來的 應該看的滿明顯的啦 確實是有差啦 畢竟13件它的攻擊 對Boss的傷害從原本的4.5%變成5% 然後召喚機率也變那麼多 真的是多到非常多 我記得有一個觀眾有把它算出來啦 大概只要0.1秒就可以達到90%的血量 所以0.2秒呢就達到99% 0.3秒呢就是99.9% 如果用這個方式去算的話 只要知道王的血量是多少 然後我們剪頭的傷害是多少 然後呢就可以算出大概的極限在哪裡 應該啦 Maybe 哈哈哈 不過要算那種東西我是算的 我們就直接實際的打一次就知道了 好啦那現在呢惡王基本上不會是問題啦 完完全全都是秒殺的 我們看完對面這隻重力王 血量也不過才7.8億還是78億 不過都沒有任何關係 直接打趴傷真的是有一點點的誇張 來吧我們跳到後面去 再感受一下唄 好以前呢都是在看屍王啦 現在呢都是來看史萊姆了 203回合後面是咱們的哀王 到這裡還不會被放技能 所以基本上呢就等於是穩定的 200多回合704張卡片 但是跟充電比起來就還是有差 充電很像是穩定300多回合對不對 不過前面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我如果我都自己來的話 我是不是前面花一點時間也還好 我是不是也該投向充電的懷抱了 我自己就這麼想啦 好啦現在是204回合一樣啦 這邊小兵也不會是任何問題啦 因為有劍嘛對不對 來再跳再跳再跳 好接著呢到221回合 我們這邊稍微的看一下 一個史萊姆後面跟著是一個蛇王 但是蛇到現在也還沒有放技能 所以其實13件的下限多的還蠻多的啦 至少我們到了221回合還沒事 從原本的167到現在的221多了50幾關 不能說這個東西是沒有任何的增加 但是增加的幅度也不過就50回合 等一下這個世界帶怎麼了 原本以前打50回合就很誇張了 現在呢多了50回合結果很像還覺得還好 嗯對真的是怪怪的你知道嗎 好啦現在是222回合 小兵也沒有任何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爆掉的地方唄 好竟然說是爆掉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下一隻史萊姆 239回合對到的是咱們的重力王 對這應該就是咱們的極限了 848回合 當然有人傳聞啦 說重力王放的技能會再更快 那麼一點點但是不清楚 不過反正如果不是的話 會就穩定到848張卡啦 239回合那就是到下一隻史萊姆而已 因為我們這邊可以稍微的瞄一下 我們打完這隻王 我們打完這一輪小兵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候打王的效果 一樣啦 這個時候基本上我覺得也不用看 因為就算12月12件 打雙王還是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甚至中間應該還有一段間隔 我覺得 因為雪球的關係 我個人覺得雪球在這裡真的是有一點過分 好來我們來給他感受一下 240回一個重力王 我們直接給他秒掉 沒有他其實王已經疊在一起了 對已經有疊在一起了 但是沒關係因為雪球關係多打幾秒鐘 多打了幾個90% 那個傷害還是非常非常的噁心 好啦對面的王再來給他感受一下 但是王呢 惡王基本上還是沒有辦法放技能啦 不太可能的 好這邊結束了之後呢 就是來讀史萊姆惡王的時候了 來吧 我們直接到最後來看一下唄 好我們直接跳到了308回合啦 這邊是哀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那之前打王的樣子 跟剛剛比起來打王的樣子 有沒有來個差距 好一樣是一般的王啦 一個是哀王 惡王就隨便他是什麼 基本上都沒有任何問題 哀王還是打很快 屍王呢 離放技能 我覺得還有一段距離 這個狀況的話 我覺得應該可以到五百多回了啦 因為他到最後應該會趨近於 可能就是每多10倍多個0.1秒 應該是這樣子算上去的沒有錯 對啦 如果對面這時候有泡泡的話呢 就可以一直無斷的泡上去 對啦 如果對面是 時光倒流 時光轉沙砲的話 是可以打到更遠的 只不過對面就必須要再再可以 好啦 我們這邊呢 最後一隻史萊姆了 我都停在這裡 大家應該也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啦 還記得我那時候 剛剛13月的時候 還要打到400多回合 那個時候運氣真的是好到一個爆炸 真的是有一點誇張 從那時候呢 基本上很難打到 400多回合了 然後一個史萊姆後面 跟著一個轉王 基本上這邊就絕對會被放技能了 直接給他涼起 啊我這邊呢 也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其實硬要做的話 還是可以啦 我的月亮還有 小丑是在的 然後我的守護 如果對面還在的話呢 還可以給他殺到14層 這傷害也是夠的 不過就算了吧 就給他打下去了 接下來也只是拖而已 真的是有一點可惜啊 不知道未來有沒有 不行 不能這樣就是說 因為如果我今天都用 那時候的不朽泡泡的話呢 就完完全全壞不掉你知道嗎 然後打到無限遠 打了兩天三天 結果還在打 那個就太誇張了 好啦 最後呢是311回合 1136張卡片 保底呢是來到848張卡片 我覺得還算蠻香的啦 至少我這樣子掛機的話 會掛的更...更久 對 那如果要掛機的話 很像如果你今天掛挑戰的話 很像也蠻香的 因為畢竟卡片量加50%嘛 對不對 但是那個就要人在線上 如果今天人不在線上的話 我這樣掛一掛 整個上午就不用做任何事情 其實還蠻爽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我們之後呢 會有非常多的13月13件的遍體 來看一下到底哪一個才是最香的 OK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 我是BioBo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拜拜 感谢观看